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向片辑宝的节目 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周初的时候 去到俄罗斯的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 在这趟旅程中 除了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谈谈了 很多事情更加和普京吃过晚饭 这次消息传出后导致西方各个国家的媒体大肆评计 甚至乎有些欧盟的议员还说 习近平支持普京的行为实在令人太失望了 好了 见完普京之后 现在欧盟各国一个二个都会逐一去到中国 希望能够要见一见习主席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 在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订阅就订阅我们三个频道 网友编辑部蒸香煲和浪冷气 那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 首先就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说会去中国 然后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 而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因都说会和法国总统一起去 另外欧盟的外交第一号人物薄雷利 也表示会很快就起程 另外还有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会找一天去北京 现在欧洲各国逐一去北京想说要见习主席 究竟意图是什么呢 中国在过去那三年由于新冠疫情就导致这些外交的工作只能够透过网上进行 在未来的四月将会很忙碌要接见不同国家的领袖 虽然你们西方的国家领导就因为习近平去俄罗斯见过普京之后 就一个二个都批评他就担心他说支持俄罗斯的侵略 但是习主席从过往到现在都一直重新一点就是要劝和速谈 什么叫速谈就是要谈 习主席从普京去谈谈关于俄乌战争的问题 那又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去年都曾去过莫斯科访问 也有跟普京谈谈过 特国总理也是原来西方领袖去找普京谈谈就行 而习主席找普京是不是就不行 这个是没道理是吧 但是从目前我们看到西方各大媒体的立场 这一样都是以一种教委 都不是教委 是极为负面的方式和角度来报道 习主席见普京的事情 现在一个二个欧洲的国家领导都说会去中国见习主席 从中我们看到的就是某个程度上 欧洲各国他们的领导都有不同的盘损 第二就是为美国虽然能够透过北弱 来团结欧洲各国的关系 但是欧洲各国自己也有他们的谋划 也不是每次都会听从美国的影响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美国、欧洲、中国这三个力量的互动 当然欧洲各国他们都想争取多些北京的支持 我认为争取支持绝对不是问题 但是那个立场其实是没有可能争取得到的 中国在俄乌战争里面是没有角色 更加不会去投入军火来支持哪一边 但是我们看到欧洲各国可能都是因为出于一种固有的情意 第二就是也出于对北弱所需要履行的责任 欧洲是国家无可选择地都会将军火送到乌克兰 在欧乌战争爆发之初 德国是很不情愿送军火到乌克兰 但是到了今时今日 德国也会将他们的先进武器送到乌克兰 因为头已经洗濕了 没得回头了 而欧盟也很明显的就是 他们也很想争取多一点来自中国的支持 中国也都履行了他的责任就是要劝和速谈 也都做了他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去找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讨论俄乌战争的问题 当然在西方的传媒一直以来就极力去 以一种负面的手法来批评中国 就说中国有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事实上中国也好 甚至乎俄罗斯也好 对境多次重申 中国没有向俄罗斯提供任何武器 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也都赞扬中国的中立立场 没有在俄乌战争上所上加油 至于较早前降降闭幕的欧盟峰会 欧盟成员各个元首和政府 政府在欧盟的议题讲及俄乌战争 工业能源贸易 但是每个范畴都很特别这样 不或多或少都涉及到和中国有关 乌克兰的战争会拉起中国来说 欧洲的工业发展也都和中国有关 另外欧洲的能源和贸易 每一项的领域或多或少都希望能够多点争取来自中国的支持 但同一时间也都很积极地批评中国对俄罗斯的立场和中国在人权的问题 这些事情我自己就认为了 或多或少都希望能够可以在外交上争取多一点话语权 实际上又能不能够拿出一些证据呢 例如关于这个新疆的人权问题 这一点美国就最积极地批评中国了 但是说到底你都拿不到任何的证据出来 就说中国有在新疆进行一些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而欧盟国国过往来说都是很积极地配合美国的立场来批评中国在新疆的人权问题 但是你批评还批评 欧盟国国其实非常需要和中国的联系 因为如果没有了中国的联系的话 欧洲的工业发展、能源发展以及贸易 尤其是现在都颇为脆弱的经济下 需要和中国拉近合作 就变得有非常实际的需要 但是问题来了 这一方面又批评中国 另一方面又需要中国 这样能不能够在实际上争取更多的外交上的筹码呢 我自己就认为不会的 这样的做法就只会加深伤害双边的关系 另一点就是当习主席去到俄罗斯访问的时候 俄罗斯各大传媒都很高调地报道 习主席这次访问的很明显的就是要告诉西方各国 俄罗斯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 你也不可能要孤立俄罗斯的 这一点其实是很微妙的 而且也会使中国的国际地位 变得甚具影响力 而且在习主席出发之前 中国的媒体也视线放风 就说两人会晤的时候会讨论到如何解决乌克拿的危机 以及中国的立场 某个程度上对欧盟一直以来被美国牵着被指走的立场 就变得对欧盟来说好像有点转机了 其实欧盟那方面也注意到 但是习近平在访俄之前就有另一件事 事情就是中国促成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信息 令到中国访俄这次的行动变得更加有说服力 说到底欧盟各国都是想俄乌战争尽快结束 而当时见到中国能够将两个有仇的国家 可以和和气气地坐下建立外交关系 这样也变得中国会不会真的可以促成得到俄乌战争又战呢? 其实或多或少都给到国际一个盼望 至少欧盟各国都希望习主席能够给到一点的影响力 不过很奇怪的就是当习主席见完普京之后 在欧洲各国的反应就是 咦?中国好像没有做了他们作为调停人的角色 更加反应的就是公开支持了俄罗斯 对欧洲来说好像没有他们预期想象之中来发展这件事情 比利时首相在上周四就这样说过 我们很清楚看到中国对俄罗斯的影响 我们本来希望它能够利用提出尊重湾南领土完整的问题 从而劝俄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不过中国没这么做到 那是不是真的没这么做到呢? 我个人就不认同 什么叫劝和速谈呢? 劝嘛!你劝过俄罗斯 俄罗斯不肯停火 那你又可以怎样呢? 但是中国也做了他们已经做的事情 的而且确是有劝过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欧洲国家还是要批评中国了 不过 从中我们看到欧洲各大小事情 现在都可以说得上和中国有关的 欧洲的旧有国家 一半都和美国非常亲近 但同时新兴的力量就是 因为你是不能够排除中国这个角色的 虽然和战争和中国毫无关系 但当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 竟然就发现 欧洲每项事务都会和中国有关的 这一点我自己来看 从中也都反映得到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 在国际外交关系上 一个很重要的一股力量在这里 而中国这股力量最麻烦的就是 因为中国不能够得罪欧洲 不能够得罪俄罗斯 更加不会想得罪美国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 中国一直以来 都是抱持着一个非常和平的角度 当然 不惹事就不代表差事 美国一直以来就希望打击中国 但是在过去这几年来看 中国的力量 尤其是在外交层面 变得越来越重要 为什么 欧盟每样事情 或多或少都会和中国有关呢 另外 这一点也遞显得到 中国的国力和在国际上 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 这个不是中国自己说的 这个是欧盟各国领导的行为里面所体现出来的 所以 现在 欧洲各国领导都排着队 说要去中国见习主席 而从这一点 也有一次证明了 世界就是将会走向多极化这条道路 无论美国如何阻止 如何团结欧盟 甚至乎 派多少驻军 这个世界潮流 是阻止不了的 同时也体现得到 虽然欧盟和美国的关系非常紧密 但同时也没有排除到在一些全球问题上 当中包括贸易和气候变化 欧盟都视中国为合作伙伴 但同时在技术和经济上都视之为竞争对手 还有在价值观上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系统性的对手 虽然对于价值和理念上 欧洲一直倡导自己的民主模式 跟中国很不同 但也阻止不了大家的交往和合作 尤其是对贸易以及气候变化 这些全球重大议题上的合作 我认为也算是积极的 今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会飞到北京访问 而且今年也是西班牙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50周年 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而在起行前 西班牙首相也特别重申 会和习近平主席谈及乌克兰的问题 到下星期就会轮到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 而较早前他都说 我应该能够争取到中国站在我们那边 和对俄罗斯施加压力 同时他也带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恩同机前往 你们欧洲的领导人 逐一去中国能不能够争取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在未来的一个月 中国的外交工作将会非常繁忙 可能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都未定 我们可以一起拭目以待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好 今次我就说到这里为止 下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话题